美国和菲律宾在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比以前缩世 再一步印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疏远美国转向中国和俄罗斯的新外交政策 今次为期十二日的美非兼并兼军事演习将着重灾难应对和反恐 不再提高菲律宾的海上防卫能力 前几年的军演包括在南中国海及附近海域的大规模联合行动 被广泛认为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议问题上展示力量 参加军演的两国官兵亦远远少过去年的11,500人 有关当局说军演一共有大约5,400人参加 其中2,600人来自美军,2,800人来自菲律宾部队 发生社的报道说今年联合军演的美国联合指挥官 劳伦斯·尼科尔心中将对记者说 美军希望演习在未来会扩大